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9月5号的一个盘后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那在今天呢 我们会跟各位谈到 就是说整个指数 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呈现一个量缩的一个盘局 量缩的一个盘局 那背后呢 当然除了外资休假的因素之外 另外一个因素主要也是因为AI的一些 过去的AI的热门股 也开始陷入了一个休息的一个阶段 那在这种量缩盘局之下呢 你的获利的操作 或者是你的亏损的操作的节奏 有什么不同 以及选股有什么的不同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一个节目的重点 那当然我们来一一去做检视 检视什么 一些过去的热门的AI的股票 包括呢像是广达 或者像是伪创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2382的广达 这张图呢 之前我们跟各位这个讲过 我们再复习一次 你要看的这张图 它是大股东的一个持股的结构 跟总共股东人数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表 那红色的这个向下呢 红色这条线代表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上涨 或者是下滑那绿色的柱状体是每一周上个礼拜的这个总共持有 像这档是2382广达的一个总共持有的股东人数 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上个礼拜为止上个礼拜五为止 大股东的持股人数持股的一个比例再度的下滑 而且是创下近这个近半年来的新低 然后总共股东的人数再继续往上做增加 再继续往上做增加 所以呢这也构成什么 构成广达在短线上来说 纵使他今天量说 但是呢短线上筹码有越来越凌乱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基本上纵使他们的中长多的格局不变 但是短线筹码越来越乱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鼓励做短线的朋友硬要去做他 因为毕竟还有其他的一个机会存在 那当然不仅仅是广达 因为这个广达你看 如果你单纯筹码不看的话 你就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上方的一个空方缺口一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已经很多天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交易日都没有向上回补空方缺口 所以呢短线有头部形成的一个疑虑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 像这个伪创 我们特别来谈一下伪创 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好朋友喜欢他 来伪创的一个部分呢 你这边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什么 除了一直持续量缩 持续量缩 包含跟这个二三八二的广达 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二三七六的技嘉 你看哦 几乎每一档热门 过去热门的AI股 光宝科这量缩一段时间了 二三五六应叶达 也都是极快速的一个量缩 所以这就构成目前的盘式 量缩的一个格局 反复打底弹上来之后 开始陷入量缩格局 那AI的一个部分 回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三二三一的伪创 三二三一的伪创 上个礼拜 我们有跟各位特别谈到 短线上不要硬做 这个跟这个广达的结论是一样 应该更正确来说 是目前这些过去的热门AI股 目前都是短线不要硬做 就是让他休息就好 然后呢 这边还有另外一点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持有伪创的好朋友 投资朋友 你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什么 因为我们就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的确有越来越凌乱的一个现象 越来越凌乱的一个现象 如果你去统计统计什么 就是说 这个是三二三一的伪创 从7月28号到上个礼拜五 这段时间 上个礼拜五这段时间到9月1号 7月28号到9月1号 你知道他这段过程当中 这段过程当中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总共的股东人数 从19万人变到上个礼拜五的29万人 意思就是说伪创在110块到150几块的 这段震荡的整理过程当中 股东总共持有伪创的人增加了10万人 这已经构成他接下来未来如果要反攻一个庞大的一个压力 这一段过程他已经套了10万人在里面 所以呢 投资好朋友一定要记得 我当然希望伪创能够直稳但是我们就是问论事来说筹码的一个角度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如果你已经是不小心被套在里面的不要再去第一阶 先hold住 然后呢让他现在量已经逐渐缩了下来就是让他继续量缩整理 跟人家比气场 当然你后面还必须要去观察他的筹码状况 但是整体产业AI的产业环境 他是一个长多的产业 短线涨多之后他会休息 他会休息 就是让他休息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在这样子量缩的格局之下 AI休息之后他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新的机会出现之后 但是他没有很明确跟或者是没有办法 有办法去继承过去7月份那时候盛况 AI的盛况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彪悍的一个族群 所以目前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量缩格局 盘面没有主流 隔日冲大户非常非常的多 涨势个股的涨势不容易延续 很容易就落成一日行情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给各位的投资的建议 就是你不要换来换去 你不一定会占得到便宜 也许你今天看到某一档股票涨停 今天天狱涨停 很多人在讲 然后今天台药涨停又忽然冒出来有人在举手 但是很有可能这些明天又被隔日冲 冲了下来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你换来换去 追来追去 急涨的股票去追 你隔天不一定占得到便宜 这个是量缩整理格局的一个特色 但是同样的你反过来说 急涨的时候你不要去追 急跌的股票你反而下去接 反而你有机会占得到便宜 懂那个意思吗 那个操作的节奏你在这个时间你就要分清楚 你看像这个6531的爱普 昨天攻上涨停 今天量又非常的大 然后格日冲真的玩非常的大 很标准的凯基大哥的一个杰作 今天格日冲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 那当然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像是2492的华欣科 也是一样在上个礼拜五攻上涨停 然后昨天马上格日冲 哇这样整个冲下来 你不小心在昨天 如果不小心追进去 马上又套住了 像今天的爱普也是一样 你如果昨天看到他涨停 今天很兴奋 来 你看他的江波图 你会发现 你如果昨天看到涨停没买到 觉得很可惜 早上这样晃一下 又继续往上的时候 你搞不好就这个时间 很容易被引诱进去去追多 哦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在这个时机点 阿翔老师要真的要告诉各位 冲动是魔鬼 量缩格局 涨势它不容易连续的延续 也许它的涨势反而是 可能是进一 进二退一 进二退一的这样子的走势 就会比较适当一些 你不容易像之前一样 哇这个七月份 这个一波涨上去很凶悍的 连续往上冲 在这个时机点不容易出现 在这个时间点它不容易出现 所以投资好朋友 你在这个时间你就要记得 不要在急涨的时候去追股票 不要急涨的时候去追股票 懂那个意思吗 除非它是今天你可能在一开盘 假设是在今天一开盘华星科 你可能这个位置马上就充进一买 或许你还会有一些肉可以吃 但是如果它已经攻到这个位置 或者是已经隔天了 在网上开的时候不要去追它 不要去追它 在这个时间要记录 记得这个操作的节奏的一个稳定性 那再来当然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五的盘中11点15分 我的筹码相对论的一个lighter的一个社群 当时候就有特别谈到被动元件 谈到2492华星科攻上涨停 那当然那时候有特别讲说 因为那天是周五 所以尾盘容易有当春客的卖压之外 而且另外要特别注意产业最差的状况 虽然法周会已经说过已经过去 但是没有到要明确的复苏 因此那时候我们判定被动元件 今天的涨势容易只是一日行情 你在上个礼拜五 被动元件在整体在网上拉的时候 11点15分 你有加入阿翔老师lighter的好朋友 你就知道它很容易是一日行情 所以你在礼拜一的时间 你就会格外的谨慎 在针对被动元件这个时机 这个族群身上 就有LINE的好朋友LINE我说 老师还好有看我的LINE 看我的盘中小叮咛 他说那一天他有去做那个信仓店 因为华星科攻上去了 他跟着赶快去买信仓店 然后结果呢 他礼拜一就急着赶快把它冲掉 因为就是看到阿翔老师的盘中及时小叮咛 所以投资好朋友 在这个时期点你一定要记得 那个节奏很重要 量缩的格局 起涨不要去追股票 懂那个意思吗 很容易就短套 很容易被隔日从大户害到 那至于这样子的现象 我们会持续观察 那如果说你认为 你也认同说阿翔老师这个盘中的 即时小叮咛对你很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也加入阿翔老师的一个盘中的 即时小叮咛的一个LINE LINE的一个部分就写在左下角那边 你应该就看得到了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至于在这个时期点 那到底要怎么样选股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目前整个盘面这两天的重心 它落在IC设计跟车用的族群 IC设计跟车用的族群 所以你就变成说 航太国防的概念 这两天就拉回做休息整理 拉回休息整理 无箱大牙 可以拉回去找买电 航太国防的概念 那至于呢 在整体来说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量缩格局的一个操作节奏 你当然就是锁选定 并且锁定有机会的方向 有低再去买 急拉不要追 因为毕竟现阶段整个盘式格局 是反复震荡打底 后面有机会往上攻上去 但是现在因为量缩 有些急拉的股票 它可能就大多只有一日行情 那你这样子急拉去追 你不一定讨得到便宜的情况之下 你不如去选择有机会的方向 有低下去解 那我所锁定的方向 从上个礼拜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航太国防的概念 电动车的概念 先进封装的概念 而ABF就是包含在先进封装的概念 这我之前有跟各位说过 先进封装 它是所谓的一纸整合 从过去的一个平面的 就是平面的传统封装 变成立体堆叠的一个封装 变成2.5D到3D 这个就是所谓的先进封装 那先进封装 它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 堆叠的一个技术 主要就是为了打破 所谓的摩尔定律 那它要为了打破 所谓的摩尔定律 自然而然它就必须变成什么 要采用先进封装的这个技术 那这其中又分为先进封装 它是把各个不同的功能的晶片 把它弄成小小的一个晶片 小小的晶片 晶片包含的像是记忆体控制 逻辑控制或者是SOC 等等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样子堆叠上去 堆叠上去 那在这其中这个小晶片 如果你再把这个小晶片 把它散开来看 你看这个是台积电的Cowars的技术 这就是我刚刚所形容的 这个每一个小晶片 这里一个小晶片 这里又一个小晶片 然后把它堆叠 堆叠整合在一起 就是所谓台积电Cowars的 一个先进封装的技术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晶片 你来看 把这个小晶片 你看这个小晶片 把它更细分拆开来看 它就会变成是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一张 所以你会发现先进封窗 为什么跟封测有关 跟IC载版ABF有关 你从这一张 我给各位看的这张图 你就可以一目了来 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出发 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 看筹码买现在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选定一个产业 选定一档个股 有机会我们先先卡位 有机会 他的大人如果已经筹码开始逐渐集中 我们就先做卡位 去找那个有机会起涨的位置 先去做卡位 我把它称作为叫做买起涨点的一种艺术 那有机会再继续往下谈 我们讲快一点 那长黄航泰这个拉回亮说 多方趋势不变 基本上多方趋势不变 那这些操作准则 之前都跟各位说过了 我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谈到 特斯拉大强力的反弹 短短这段时间已经反弹 差不多20% 那时候有跟各位说到 锁定一档大股东持股 1.45%增加1.45%的一个 这个一档个股 那这个是他到了上个礼拜的 一个总股东的一个人数 是下滑的 大股东持股继续增加 继续稍微微幅的增加 先前已经增加1.45% 然后再来就做对照 来 这档股票今天很漂亮的 往上突破了一个 颈线的一个位置 先前带着会员朋友 是买在起涨的一个位置 今天是一个突破点 停顺点是设在下方 那这边要跟各位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档股票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今天是阿翔老师在操作个股的一个逻辑上面来说 你会发现就像我现在刚刚前面一开始要跟各位分享的 你在这个时间点你一样你的策略不需要变来变去 从产业的角度去着手 然后看筹码决定这两个股是不是有机会即将要发动 然后去判定它的起涨点的位置是不是快到了 如果快到了 我们就在上个礼拜先考虑这档一档电动车的概念股 你会发现那个从头到尾的进场的原则是一样的 不会这样子变来变去 筹码产业筹码产业那不会变来变去 所以套用到今天目前量缩的盘势之下 阿翔老师也一样要告诉各位 你从筹码的角度 从产业的角度来去决定你要不要买这两个股票 如果现在筹码决定你是可以买进去的 那你就不需要到处去追逐 到处追逐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反而你急拉的时候隔天就被隔日冲大户害到 懂那个概念没有 所以逻辑要非常清楚 操作原则也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谈到这边 最后我们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 短线上量缩盘局之下 你不要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反而容易造成你的亏损 以及成本的增加 那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依照你所锁定的方向 我所锁定的方向 航泰国防电动车 还有先进封装的这几个概念 那你也可以去找你自己所锁定的方向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些所锁定的方向锁定好之后 挑出里面的股票 有低下去减 但是这些股票你必须 最基本的多方趋势不需要我再讲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则 你就记得不要换来换去在这个时机点 找到对的股票下去低接 有拉回就下去买 当你这些策略能够严格执行 风险也把它控制好 我相信你在股票市场 达到整个大赚小赔的目的 应该是会非常大的机会 能够达到这样子大赚小赔的目的 不然不要像有些诈骗集团一样 每一天都是自己涨停板 涨停板 最近你会发现 前一天讲涨停板 隔天就不见了 因为最近很容易 整个行情很多股票 它会是一日行情 既然很多股票 很容易在这种量缩盘局 它是一日行情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更不应该 在这种时机操作的策略 你就不要保持那什么 换来换去追来追去 不需要 锁定对的产业 有低下去减 如果说你不确定 哪些股票是对的 哪些产业是对的 就欢迎你每天收看阿翔老师的节目 或者是加入阿翔老师的Lite 最后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